有怀惜将领出征前 竟然向皇上要我的人头 什么 大明即将迎来开国后的第一场大战 对朱元璋来说这个时间点十分尴尬 正好卡在他要清理交兵汉将的时候爆发 可对那些差点要被路易曾提的将领来说 无疑是九汉逢甘霖 朱老板放在太庙前的那尊铜鬼 原本是想收获刺成的 结果呢 却塞满了请战书 以后这事传到后世 估计要啼笑皆非了 那群交兵汉将逃过一劫了 刘伯温却要遭殃了 刘伯温一点不吃惊 毕竟整肃裁车的建议是他提的 这么做会直接斩断那群交兵汉将的荣华富贵 可他们总不能恨皇上吧 于是所有的仇恨会集中到他老刘的头上 而他的推断呀 也很快应验了 夜里刘伯温就病犯了 刘连夜里去药店抓药 两只飞剑不偏不已射在了他手边 这是那群人向刘伯温发出的严厉警告 可就是这两只飞剑 也彻底激发了刘伯温的斗志 我还要好好地活着 我要活出个羊来 让他们瞧瞧 我要让他们咬牙切齿 我要让他们担惊手怕 我非要等到 才撤他们的那一天 对于一个身处困境的人来说 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但刘伯温也非常清楚 朱老板是肯定会拿他当替罪养的 只是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吧 果然 为了稳定军心 鼓舞士气 朱元璋一道圣旨 剥夺了刘伯温的所有职贤和奉务 命他在家闭门思过 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刘伯温照单全收 毫不辩解 因为他知道这是朱老板对他的惩罚 也是对他的庇护 可虽然朱元璋没要了刘伯温的命 他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就很凄惨了 刘伯温作为纪委书记 一向走的就是两袖清风的路线 之前拿国家工资的时候 日子就过得清贫简朴 现在突然没收入了 这日子过得别提多结局 每天三顿只有稀饭配酸萝卜 连个凉拌菜都吃不起 破于生计 刘伯温只能低头摆摊卖折扇 让刘伯温出谋划策还行 可摆摊卖货这种纯靠吆喝的 刘伯温父子都没经验 极力推销半天也没卖出去一把 就在这时 烧饼店的老板大郎认出了他 得知刘伯温的遭遇后 大郎拿起两把扇子卖力的为他卖回 快来瞧 快来看呐 刘伯温大人亲临庙会 当场作画玉民同乐 刘伯温大人自画价底千金呐 今日只售啊 刘大人 您今天想卖多少 一两银子一把 哦 今日只售十两文银一把 十两 十两一把呀 快来看呐 不得不佩服啊 大郎还真是做生意的料 这几嗓子下去 三分钟不到 华善就被抢够一空 这可把父子俩给高兴坏了 看来今天终于可以吃上肉了 可他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只见二虎突然带着锦衣卫出现 还带来了胡维庸的命名 胡相国口语 刘伯温贵为大名伯爵 却堕入贩卖者流 姑父是恩 寡怜贤耻 刘伯温不要体面 朝廷还要体面 不仅如此 还让他把扇子烧了 说白了 胡维庸就是要赶尽杀绝 晚上二虎回到家 说起了白天做的事 虽然是胡维庸的命令 可也经过朱皇帝的默许 看到刘伯温的下场 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朝廷的事 我们知道的太多 牵涉的太深了 如果这个时候强要离开 那么谁但走不了 是怕还会大火临头啊 你记着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不准投河 不准上吊 更不准滋吻 最诚 明白 马皇后从育儿口中得知了刘伯温的情况 虽然朱元璋不许他和朝廷官员有来往 可他还是顶着压力给刘伯温送来钱财和物资 这些东西足够他吃用半年了 马皇后的行为让刘伯温感激涕零 而马皇后也深知刘伯温的难处 不仅要遭受饥寒交迫之苦 还要提防怀西勋贵的陷害 于是马皇后眼含泪水 殷切地嘱咐他好好活下去 而刘伯温能回赠的 也只是一把折扇了 看着马皇后远去的背影 刘伯温突然涌现出强烈的预感 自己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了 他们这一别 或许就是永别了 而相比较刘伯温的凄惨 退休的礼善长过的那叫一个滋润 虽然走路都颤颤巍巍了 但大红喜服一穿 那照样是老服疗发少年狂 今天我要做新郎 67岁的老头子迎娶16岁的小娇妻 这老里头可真是老当一状啊 婚礼当天 声势浩大 毕竟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身为大名前宰相 李善长的人脉和资源还是不容小觑的 不仅当地官吏前来贺喜 就连当朝宰相胡为庸也专门来给他撑场面 这可把李善长给高兴坏了 大伙都知道不 这位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说的 当朝宰相胡文兄啊 这一天整个杭州城最风光的人 非老里头莫属啊 进到屋内后老里头又特意叫出小娇妻 让他给胡为庸进茶 胡为庸虽然见多识广 可也替他骚得慌 李善长则表示 这算什么呀 想当出我一条三度不带虚的 至于为什么要娶16岁的小妻 李善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皇上想让我退休享清福 就要有个想清福的样子 这清福厌福都是福啊 这事要是传到京城 只怕阎官们都要说我李善长 拖落了 听见这话 胡为庸心领神会 别看老里头已经退休了 可对朝廷的事还是格外伤心的 你以为人家只是单纯的贪图享乐呀 殊不知这就是李善长想要的效果 李善长身为大明开国六公爵之一 为啥宰相干得好好地被强制退休 还不是因为朱元璋忌惮他的影响力 怕他联合怀西勋贵搞事情 李善长虽然已淡出朝堂 可他依然觉察出 朱老板对所有怀西子弟还是不放心 所以特意用自甘堕落 自无挽劫的方式 告诉朱老板 自己不再有进取之心 想让朱元璋觉得他不再是皇权的威胁 以此保住自己的性命 这也正是李善长的高明之处 他还苦口婆心地提醒胡为庸 怀西勋贵现在依然能呼风唤雨 不过是因为战事来得突然 才让朱老板不得不重用怀西将士 等到捷报传来 边疆安定下来 朱老板肯定还会裁撤怀西勋贵和骄兵汉将 到时候肯定还会起风波 所以啊 你可千万不能挑不能啊 质得意满的胡为庸对李善长的提醒 丝毫没当回事 他但凡听进去一个字 也不会下场那么惨 大捷啊 北疆大捷啊 天王大不全胜 北疆战场上 朱棣发起全面进攻 前人那群老弱病残 根本无法抵挡大明的猛烈攻势 达胡尔被杀得朝戈壁方向抱头鼠窜 蓝玉率领精英铁骑乘胜追击 一路杀到了戈壁身处 整整两天的时间 双方不知疲倦的血战术场 最终残垣于涅达胡尔大败 斩首敌军共计两万五千余人 蓝玉的那些义子也确实是勇猛无比 杀得敌人闻风而逃 所到之处失衡遍野 朱元璋看着这份振奋人心的捷报 不禁胆慨 教兵汉将 果然是杀敌之戾气呀 然而朱棣接下来的奏报内容 却让朱元璋后背发凉 蓝玉虽然勇猛善战 但所不将使任性善杀 无辜鞭民 奸淫民女 凡蓝部驻军处 百姓位之如虎 兵马一过如同浩劫 朱元璋的脸已经垮了下来 好你的蓝玉 竟敢如此肆意妄为欺压百姓 妥妥地败坏我大明的国家形象啊 仗是打胜了 但是战祸 没完哪 但他也终于可以腾出手收拾祸害 第一个被收拾的祸害就是胡维庸 刚上任那回 胡维庸办事效率确实没话说 总能及时为朱元璋使排忧解难 就拿北疆战士来说 在他的集中指挥下 所有的军械马匹两响攻击充足 让首次作战的燕王朱棣 就重创了嘎呼尔部队 尽管李善长提醒过胡维庸 手握大拳是不要飘不要浪 可在丞相的位置上坐得越久 胡维庸越能体会到权力的美味 不仅文武百官要对自己点头哈腰 就连皇亲国妻也要畏惧自己三分 这种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感觉 让胡维庸逐渐被权力侵蚀 开始朝着曾经的死对头阳线的老路奔去 他变得越来越嚣张专制 哪个官员敢跟他对着赶 就会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消失在世界上 空缺的职位在让自己的亲信填补 这种霸道的刑警 大家是敢怒而不敢言 不仅如此 他还和淮西勋贵们暗中勾结 满脑子都想着如何获得更大的权力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被锦衣卫会报给了朱元璋 没想到胡维庸 还挺会笼罗人的 朱元璋早就想收拾胡维庸了 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现在蓝玉北伐大盛 外患解决了 现在就该解决内忧了 朱元璋以养病为由 带着朱镖前往黄山 走之前把朝堂的所有事 都交给胡维庸处理 必听能当代理皇帝 胡维庸兴奋的两眼直放光 当即表示 老板放心 我一定好好干 朱老板还把自己 用了十几年的养养毛 也送给了胡维庸 告诉他这叫君臣一体 心心相应 胡维庸像是拿到了定情性 眼神中满是狂喜 殊不知这正是朱元璋 给他下的头 他的真实意图 是看胡维庸如何主张